台中文新公園開設快打戰 一早湧入排隊人潮 不少人是衝著繞境才來接種 因為要參加繞境 下禮拜要去想要追一天的那個繞境 所以趕快打一打 長者比較踴躍一點 因為他們可能要去繞境有關係 一定要施打第三劑 我們昨天有從台北 雲林 彰化都有 想抓緊時間趕快把三劑疫苗打好打滿 看準了這波繞境強打潮 是否眼腦筋動得快 三天加派行動防疫車 讓民眾隨盜隨打 配合正南宮繞境的需求 要打完三劑才能 才能跟著馬祖到新港進鄉 所以進來民眾的那個接種疫苗 第三劑的詢問度相對的就提高 然後這樣預估下來 大概有提升到三成的量 四月八號大甲媽祖起架繞境 過去幾年都湧入上萬相客 跟著媽祖一起走透透 只是現在距離繞境剩下兩天 不能拿到三OK證明 敢打第三劑 沒滿十四天 疫苗抗體保護力也有限 已經有兩劑應該多少有防護作用 口罩什麼都戴好 大甲媽萬人繞境横跨四縣市 接下來還有白沙屯媽祖接棒出巡 三月瘋媽祖雖然五百五包比 但也要守好個人防疫 環語新聞紅石城無名葉劉佩婷 台中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